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隻我們會看一下 什麼是conservation of energy 而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量守行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這個 例如 假如我們有一個 網球 在半空放手 然後 它會向下跌 跌到地上 通常你會聽到 是一個網球的 一聲 然後網球就會向上升 但是 升的距離 和原先的距離去比 怎樣都是有一些 差距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而這個 低了的地方 中間 相差的是一些 potential energy 而裡面呢 其實是會聽到 在放手的時候 potential energy 就會轉了做 sang energy 和 kinetic energy 所以 有些能量 其實是損耗了 在一個的 thermal energy 一些熱能 和一個的 生 energy 那裡 而能量守行的定律 是表示什麼呢 它有兩個很重要的 理論的 或者兩個很重要的 提示 第一個的提示 就是 energy 是不可以 不可以 被創造 或者 是被 毀滅的 不可以 被創造 created 或者 被毀滅 destroyed 而 換句話說 第二 引申出來的 就是 那個 energy 在轉換之前 before conversion 就會等於 total energy after conversion 轉換前 轉換後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而這個 我們可以利用 一個 sand key diagram 去表達 sand key diagram 去表達 sand key diagram 是一堆的 一些的 箭嘴 好像下面這個 電風扇 這個是一個 energy converter 原先輸入 1000 j 電風扇 的 而開頭 這個 我們叫做 energy input 而這個 energy input 我們可以用 箭嘴的 闊度 來表示 即是說 這個闊度 跟1000 j 其實是掛勾的 而在轉換的過程 裡面 電風扇 是會產生 一個 有用的 電力的 output 這個 我們叫做 useful energy output 的 而這個 output 是可以帶動 那個 風扇的 轉動 而產生 風 令到我們涼 所以這個 轉換 主要是 Electrical Energy 轉做 kinetic energy 但是大家用過這些風扇的話 都應該知道 用久了 它會熱 有部分 損耗了 在 Thermal Energy 而這個 就是 不需要 的 Not useful 我們盡可能 不想要 這些損耗 又或者 當風扇轉動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 聲響 而這個 聲響呢 當然是一個 Sung Energy 同樣 這個聲響呢 其實是 我們不想要的 那 所以呢 如果我們比較 這裡有 三個 小 箭咀 兩小 一個 比較大 那 這三個箭咀 的闊度 就相應 是800兆 損耗了 100在 Sung Energy 100在 Thermal Energy 那裡 這個 這個Sung Energy Diagram 其實是主要這樣 畫的 而最重要的 我們要的 我們會畫 在正中 其餘的 我們就會 屈曲 畫在 旁邊 另外 在Sung Energy Diagram 我們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 資訊 可以計算得到 而這個 資訊 就叫它 效率 Efficiency Efficiency 而效率 其實是什麼呢 那 Efficiency 是等於 那個 有用的 Energy Output Over 所有的 Energy Input 然後 乘回100% 那 舉個例 比如 這把電風扇 這樣 起點 就是 1000 J 而實際上 有用的 就是 800 J 我們就 乘回100% 那 最後 它的效率 Efficiency 就只有80% 那 謹記了 Sung Key Diagram 的重點 就是那個 Wave 箭咀的 闊度 其實 是直接 跟Energy 掛勾 的 是正比的 越闊的 我們就 畫多些 如果是 少些Energy 我們就畫窄 少少 你可以用 十個單位 八個單位 和一個單位 來表達 拜拜 拜拜